三个小时交通时间 送爱心团终于抵达了爱泰村学校 学生与村民热烈迎接 泰国台湾会馆主席黄信雄 在致辞时感谢泰国皇家警察总署 我们来自台湾 我们来这一边创业 我们也要回馈我们泰国的乡亲 也表示对皇后的侦重 一行人继续搭乘拖拉机前往大庙 沿途村民屋舍相当简陋 更坚定台商送爱心的决心 为了庆祝太皇后 施力及殿下77华诞 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公安总局 邀请泰国台湾会馆春凤慈善基金会 大林昌国际狮子会 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缅甸等驻外使节 一起前往太北彭氏洛府送爱心 当地居民与高僧 不仅送金祈福 还欣赏小学生表演太祖舞 以及警犬操练 让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这次侨团送爱心活动 布施了五个庙宇 以及颁发奖学金 给40位家境贫困成绩优秀的学生 展现台商积极回馈社会精神 由于台湾遭受莫拉克台风侵袭 有数百位灾民惨遭活埋 泰国台商们表示 愿意响应世界日报主办的 联合赠灾中心捐款活动 帮助受灾同胞 早日重建家园 腾文官电视 李永正 泰国曼谷采访报道